什么字,我当时还去搜了一下,我忘了 哦,高横纵眼,而是大凉山人迷朴实善良 热爱生活方式让人敬佩 这里的定义环境不优越,这里的人很凄老 这里有人煎烟火,这是生活 我们只是踩着父母的肩膀,看到了世界 四川大凉山的春天,你喜欢吗?很多很多 吹牛,这些都不是吹牛啊 这些都是我被忘录里面的呀 太多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太多了,太多了 第二个风响,得了吧 得了吧,接着吧 欢迎欢迎欢迎,我主播间每个家人 感谢你们来到小董的主播间 来来到主播间的家人吧,咱们把这个小红球往上面点点一下 小董去找阿芝莫 小董如果大学毕业,必定是个当大领导 你人才 小董就是没有命读书啊 我真的很后悔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我弟弟 就是我收养的那个弟弟跟我说一句 他说,他说哥我不想读书了 知道吧 我说我以前也是你这么想的 我以前我读书的时候,我看到别人出去打工 我也好想出去打工 我也不想读书 因为我觉得读书太有压力了 而且自己 而且也发现自己根本就学不进去 然后就想着出去啊 就是不上班啊什么的 就是不读书什么的 然后我说你会后悔的 因为我现在确实后悔 知道吧 我真后悔 如果我真的多读几年书的话 那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是不是加尔玛是不是 是不是加尔玛是不是 是不是 小董好样的有能力啊 没有什么能力加尔玛 人的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 知道吧 人的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 乌珠墨有小孩吗 我不知道啊加尔玛 别人的事情我不过问啊 你们问我也没用 世上没有后悔要对 我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好好读书 这是这个这个是真的 我真的挺后悔的 这是我真的挺后悔的 第二的话就是 第二后悔的是什么就是 自己演技比较小 然后没有看清楚人啊 那这也是我比较后悔的一件事情 人生中后悔的年 这后悔的后悔的是 就是这两件事情 真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好好读书 没有读几年书 然后就没读了 可能也是家庭的原因吧 也有自己的原因 不能去赖 不能去说是别人的原因 或者怎么样 不能说是家庭的原因 反正就是自己的原因吧 没有读书 第二的话就是本身演技比较小 看人就看不清知道吧 所以说没有看清楚人 我也挺后悔 我也挺后悔 我后悔当初你上学的时候 没有认识你 清晨阿姨 演小巨光 演大无光 小冬 小冬 小冬没看清楚某些人 现在又看些 现在又看些什么 没听懂 小冬 你好 你好 你认识沙漠达尾吗 沙漠达尾 那那屌毛啊 认识呀 就是一个叛徒知道吧 沙漠达尾那个作品 作品那里做公益的那个视频 是我拍的 我陈小冬拍的 你们不信你们去问他 谢谢 笑考常开 小冬真幽默 哈哈 小冬有什么好幽默的了 家人们 没有什么好幽默的 谢谢山清水秀 感谢关注 谢谢你 谢谢有缘 谢谢 小冬好样的 谢谢感谢我 这不见每个家人感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小冬真有才 我有才就好了 就是没才知道吧 就是没才 我有才就好了 就是没有才 没有才 没有才 我这个手机是不是太模糊了呀 我之前那个手机烧坏了 家人们 我也想换一个 我重新买了一个手机 然后那个手机 我看一下还有多久发货 就是现在都还没有发货 看 现在都还没有发货 我在我在萌宝上面买的 你看 还没有发货 小冬你认识王富贵吗 只要是四川的主播我都认识啊 四川的主播我都认识 很多我不认识的主播他们也认识我 谢谢 人体好的又漂亮 漂亮不漂亮没有 漂亮不漂亮无所谓的到吧 主要是懂得感恩就行了 你可以不懂得感恩 但是呢 你也不用去伤害 成绩帮助过你的人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看什么 小冬你就是个 就是有才 早就没有发现人才的人了 小冬就是小冬就是有点懒知道吧 这一点小冬还是得承认 我就是有点懒 我就是有点懒 不然的话就是 其实没有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做不好的 没有什么事情 如果小冬做不好的 就是有时候吧 就是有时候吧 就是忙 就是不是也不是忙吧 就是懒知道了 这一点小冬还是得承认 就是有点懒 谢谢 感谢我直播间每个家人 感谢你们来到小冬的直播间 谢谢你们 感谢你们 夜安 夜安我认识呀 怎么就不认识呢 夜安带着 戴着个眼镜 瘦瘦的高高高高的 有什么不认识呀 你今天一定信我们一个地方呢 我应该能收得到他 我给你们看 就 还是算了不给你们看 太实战太善良了 我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知道吧 有什么我就说什么 有什么我就是什么 欢迎阿子的粉丝 对 欢迎所有的那个 阿子的粉丝 家人们来到小冬的直播间啊 这个阿子的粉丝呢 就是对小冬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阿子在我们这边了 至少有工作是不是 然后呢 下个月可以给他转正 转正的话 有工资也会涨啊 工资也会涨 另外的话他有稳定的收入 我们也会给他买五险一斤啊 家人吗 这样子你们是否满意呢 家人吗 满不满意 满意还是不满意呢 对他满一个月满了 就是在我们这边满一个月 我们就会给他转正啊 转正了会涨工资的啊 转正了涨工资 然后他接下来也不当助理了 他不当助理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慢慢的就是自己跑业务吧 学习一下跑业务 非常满意 非常的满意 哈哈 哎呀 终于终于终于来工作了叫什么 没有工作我今天在公司里面待了一天 我都要疯了知道吧 来工作了叫什么 来工作了 来工作了 什么业务 有 有一个业务是可以说的 有一个业务是可以说 然后有一个业务是 不能说的 让你当领导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 我靠 玩这一出啊 真的 牛逼 来工作了 家人们来工作了 就是相当于小冬在这边的话也差不多也是担任这个担任这个领导的一个角色吧 然后呢 有一部分的工作是保密的 我不能在直播间里面跟大家说 那当然这个保密的工作是 但是 应该家人们也不会说吧 反正你们也搞不懂 就是小冬来这边 第一啊 我自己的工作我就不说了嘛 就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保密的那个工作 我觉得应该可以跟大家说吧 反正也没有人在我这部间是不是 啊 第二个工作就是在这边 就起到一个监督的一个作用吧 就是来到这边这边公司的一个是吧 就是来这边就是你们懂的你们懂的啊 是吧 有有这边公司有一些什么情况 我可能都会往成都的公司然后汇报一下 就这么简单 这个这个就是小冬不能说的那个但是说了也没事 反正也没有人有黑粉有黑粉也没事啊 反正他们也他们也不知道接下来我那个 这个是吧去的公司是哪一家 ok 又是又是 打打的好 哈哈哈哈 哎呦好玩好玩好玩 就感觉 就感觉让我做卧底似的等等 然后接下来就是来这边的所有 这次出差的所有就是往这边走的所有的这个员工 都有小冬这边来管理 然后他们的业务什么的都是由小冬来支配 另外的话就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小冬不说了啊 还有一个事情 小冬又稳重一点 好嘞我会稳重一点的 好嘞家人们谢谢你们了 好那整直播间所有家人们我 我我就先下个直播吧 我要忙点 虽然现在直播间两千七百个人在 但是小冬要忙工作了 小冬要忙工作了 我把接下来 这个规划还有什么的我要把它弄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好吧 因为我这边来任务了 没来任务 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 知道吧 就像我今天在那个公司里面呆了一天 是的 然后现在来工作了吗 我就可以可以按照这个 这个根据这个工作的也要求 然后去执行自己的工作 今天晚上又得加一个小时的班 应该一个小时应该差不多 好嘞那咱这边锁下吧 拜拜 拜拜 拜拜